台北市最好的地方 一塊住宅用地 希望做出最好的作品 中文就有一句話叫大雨儀式 2500年前春秋末年的時候 范尼很忍辱負重幫葉王勾建復國 勾建要給他很大的官 他也不要做他就走 而且做了商人 賺了很多錢經常做震災的事情 做公益 在那樣的亂世之中 各國的諸侯徒匪強盜 都把它當作肥肉 他要多麼有能耐地賺錢 來做慈善 又要滿足這些貪得無厭的各種人 你說那是多麼高度的智慧 范尼的精神是影響了我的一生 才會起這個名字叫做陶珠影音 意思就是希望他的精神 跟范尼的精神長相左右 蓋房子 人家說趕快蓋了趕快回收 我說不要 我要蓋這個藝術品 是人可以住的 在這樣的藝術建築 他又能夠種樹 他產生的無形的工藝架 是非常巨大 我認為是在所有工藝術建築 的想要提供給大家的目標 我都很幸運 因為我認識了 一位客人很努力 而要务目的步驟的生命 在把自然的地步的中心中的地步 在外面的生活中的地步 就是每次的地步都要用上的地步 每次都要用上的眼睛 在拆下的21层 和在90度上的地步 我们成功能够解释放 10.000m2 在免质量的食物 整个整体的坛是在外面的肌肉 正如在DNA 去重新增加车车到最主要的压力 喜欢但根本拿不了决定 后来我找一些朋友来做公道的评判 他让我看的几个模型里面 我觉得他有他的特殊性 展现那种往上飞的力量 他说一年可以吸炭130吨 好像一颗大树洞在台北市场的 陈主席也希望去受到一个地标式建筑 这已是每天年来的工夫 三个人不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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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但是这个圈是变成了一组 为什么一组 因为它是一组的建筑 没有任何地方 今天我们必须的建筑 我们必须的建筑 我们必须的建筑 我们必须的特别 我们必须的建筑 我们必须的建筑 我们必须的寻思 我们必须的灵魂 在20、50年 或甚至一世 客客们看到了 在试图的试图 因为我们运动 我们必须的建筑 所以我们必须的建筑 是一组的建筑 为这次新年代的建筑 这次新年代的新年代 和她的朋友们 可以建筑 在社会的建筑 在社会设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